算從印度購買一批布拉莫斯導彈 數量可能多達3到5個營的規模 至少是上百枚 那麼這麼突然購買大量導彈 外界也十分關注 尤其是外安潭衝突之際 大陸媒體又報導 這樣的舉動很可能 就是針對大陸而來 外安潭是真的蠻敏感的 事實上中非最敏感就是黃岩島 中越最敏感就是外安潭 而且外安潭距離越南海底彩油 那越南事實上 他故意拉美國公司進來 做海底石油的探勘 事實上已經有相當的成果 他國內的石油有十分之一 是從南海踩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做一個姿態 表示說我也有相關的武器 可是我也不認為會發生 所以說今明年南海尤其是在中非跟中越 我覺得類似這樣的衝突一定會浮上台面 因為美國也看到了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很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會通過 那對美國來講他當然要阻止 那阻止就是讓你開花 開花就是我讓菲律賓來讓你開花 就是讓你衝突不斷 那看你怎麼表決 因為要共識決 所有的國家都要同意 那目前的態勢我認為菲律賓 也不想成為東南亞的國家的例外 如果大家真的合意 那菲律賓也不會拒絕 因為據我了解第二版都已經 大家都看過了 南海行為準則 所以基本上已經沒什麼爭議了 就有共識了 可是有一個條文把它拿掉 叫域外國家的演習 那域外國家的演習大家都知道 最多的就是菲律賓 那所謂域外國家就是美國 對不對 所以你最近就看到了一些現象就是 中國大陸也開始在南海 還有台海 就我們講這個極限思維開始出現 就未來你對域外國家怎麼規範呢 你南海行為準則 也沒有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他自己要定規矩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聯想到說 他都會對仁愛礁 對環岩島也開始強硬起來 我是從這裡聯想 就是說他如果對美國的 RC-135軍機都攔阻 不讓你進來 所以你以後不要再給我搞底進偵查 比如說這兩年 美國每年到南海的 對中國大陸的底進偵查 超過一千兩百次 每年啊 去年大概有一千五百次 這已經讓中國大陸忍無可忍了 那他現在也開始對台海這樣了 所以那個鍾雲浩不是被攔阻嗎 所以我的意思 說你用同樣的邏輯去思考 如果菲律賓變成美國的棋子 然後造成南海行為準則 一直沒有辦法審議 我真正到了那個最後關頭投票了 那我認為中國大陸一定會做某些動作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到那個6月15號 他那個訂出那個海警的刑事程序 我認為他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已經違反我的法律了 那過去這個還沒有公布 那我們模糊了24年 可是我不能再忍受了 我現在已經很明確了 我就把法律告訴你 你這個已經侵入我的地盤 那我不得不執行法律程序這樣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解放軍的實力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到 但是現在這時候 印度海軍6月10號 在阿拉伯海來舉行軍事演習 首次是開啟了一個雙航母的編隊 分別是維克蘭特號跟 維克拉馬地號同台 那同時還有出動了有多招的軍艦 以及超過35架的戰機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印度人口是位居全球低 那這個軍事力量的部分 展現了兩艘雙航母 同時呢在阿拉伯海來 軍演要展現這個自身的軍事實力 秀一下肌肉 印度大陸問題專家就說 印度海軍在實現雙航母部分 無疑已領先了大陸解放軍 CNN表示呢 印度海軍搶先解放軍 雙航艦大秀實力 我們請教蔡委員 CNN自從俄乌戰爭以後 他對於戰事狀況的報導 我才發現原來CNN是全世界最像三立電視臺 所以我不曉得該怎麼說他 他竟然會說 哇 印度這個雙航母演習啊 大秀實力領先中國 我開始懷疑CNN 我只要要看CNN的報導 以前我都 像以前在中東戰爭 我覺得報導都很精準 而且很客觀 可是報導俄乌戰爭以後 現在在報導印度以後 我發現 哎呦 比報導烏克蘭戰爭更糟糕耶 他好像這些報導的媒體或編輯 好像把自己的這個智商 已經不曉得打對折 再打對折 再打對折了 沒有錯啦 印度是有兩艘這個航母啦 每一艘是四萬五千噸 兩艘加起來九萬噸 然後不管是他自己做的 這個維克蘭特號 或者是另外一艘超日王號 是跟俄羅斯買的啦 但是他的性能 他的功能 基本上 比一艘這個驅逐艦好不要哪裡去 那我是不知道說 他上面的這35架 這個米格29 能夠發揮多大的功能 這樣子就領先中國啦 中國隨便拉一艘出來都比你新啊 設備比你先進啊 電子功能比你強啊 然後更不用講說戰績比你新啊對不對 然後這個 你說中國三艘好像都不夠看對不對 那奇怪了如果這樣子你CSIS兵退你在怕什麼 你CSIS兵退還說兩艘美國航空母艦會被中國給打垮啦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要把CNN的這個報導看作印度政府的業配 下業配新聞 印度政府的廣告 比較合污實情 再來印度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 印度有很多專家 然後如果發揮印度人的傳統精神 就是吹牛不嗑睡 他們就是很愛面子 跟印度人做生意打交道 我算是台灣少數蠻有經驗的人 印度人在你面前 他可以吹三個小時不臉紅 而且他講話速度很快 對對而且吹三個小時不臉紅 可以吹得無比的偉大 然後這個可以跟你炎羊三骰 簽了很多的契約 然後到最後沒有一條可以算數的 他就這個本事 所以印度的中國專家講了說 哎呀這個印度實現雙防母航母方面 無疑領先於中國解放軍 雙防母什麼用啊 你美國不是雙防母兵推了好久啊 可是問題你雙防母就挨不住 中國的超超超音速導彈 你自己美國自己講的 不是我們自己講的啊 中國可能沒有哪一個專家這樣吹牛啊 可是你這個功能那麼差的 那麼那麼老舊的這個雙防母 就拿出來在那邊到處晃動晃動 應該這麼講啦 把他看作莫敵的政績宣傳廣告這樣可以啦 就等於是蔡英文在催說 哎呀你看看啊 他的現在的蛋有多夠啊 這個疫苗多足啊 都是你們在說謊 沒有這回事啦 我們現在雅岸多穩定啊 不會有發生戰爭啊 所以要求你們當兵 那另外一回事啊對不對 一樣道理 大內宣大外宣啦 他這個是純粹牛皮外宣的 我覺得CNN做這個報導 可能有他後面的一個目的了 但是我們來講應該媒體應該很公正客觀的報導 不應該為政治所利用 因為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莫迪最近要到華府去 所以CNN配合他們來做這個報導 然後幫莫迪捧場讓他到華盛頓以後比較有地位 其實這兩套航空母艦齁 其實在我們軍事稍微懂一點軍事長政 是把它當笑話看 我先跟你講齁 這有多笑話你知道 我跟你講下面那一套 他叫列日王號 但也叫維克拉瑪蒂亞號 他是蘇聯時代的軍艦 那那時候蘇聯就這套軍艦的時候 他把它做成什麼樣 他把它做成一套巡洋艦 也就是說他前面那邊 他不是起要式的滑台 他是做成一個平台 裝那個垂直發射飛彈筒的 然後後面他也可以起降飛機 他是綜合艦 就是也可以起降飛機 也可以當作巡洋艦戰鬥艦來使用 那他那時候因為蘇聯解體了 沒有錢了嘛 就說我一塊錢賣給你 印度要不要 印度說好一塊錢我去跟你買 然後我開始給你改裝 就改裝的錢就弄一個大坑 印度一直一直不行的塞錢塞錢 塞了二三十億進去以後 他把那個前面的平台切掉 然後改成那種滑跳式的甲板 那你想想那種軍艦有什麼用 我跟你講第二個 因為時間關又再講第二個 這套軍艦回到印度以後 他們要試車嘛 就是看可以開多快 八個氣缸全開 對不對看這條船可以跑多快 八個氣缸結果七個爆掉 然後這套艦後來是拖回去的 就拖回去就算了 撕了三次火 就修的時候又修了三次火 這樣也太掉漆了吧 真的 就是說你怎麼去講 第二艘維克蘭特號是他自己製造的 是 那很神器吧 對不對 自製的航母 自製的 自製的 結果他不但自製航母 他還自製艦載機叫光輝號 就做完以後才發現說光輝號不能在 這條航線上面起飛 加滿油以後他就不能掛彈 掛彈以後就不能加油 所以他自己坐的飛機 都不能在他自製航空母艦上面起飛 所以弄到最後這兩艘軍艦只能用什麼 只能還是要跟俄羅斯買他的米格29 剛剛蔡文元有講 他也是還是米格29 米格29這種飛機是上一代上一世代的飛機 從這次俄物戰爭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米格29 他的戰機其實也不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很容易就烏克蘭的使用的飛機 很容易就被俄羅斯的 這不管是蘇凱33或34來擊落 或者幹什麼 所以你今天你不能說兩艘航空母艦開在一起 你就叫做雙航母演習 而且優於解放軍 你雙航母應該是彼此之間有一些通聯 或者掩護 交互掩護 那種才叫作戰嘛 你掩護我 我掩護你 你支援我 我支援你 你不是說開在一起 大家一起開碎擺個拍照一下 大家來拍個照 合照 合影 就叫雙航母演習 而且優於中國 是不是軍演完就要拖回去 這兩艘航空母艦我跟你講他關過維修時間 中國已經那三艘航母也已經造出來了 他關過維修的時間 他十幾年來 2011是2004年 就跟俄羅斯買一條廢棄的軍艦 那中國來講也是同一個時間 10號 山東號 現在福建號已經出來了 他最近才開始成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CNN這個報導 我真的覺得他那個記者 究竟是被政治所利用 因為配合莫迪要去華盛頓訪問 特別做這個報導 還是那印度的報導 那沒話講 官宣嘛 對 給自己看的嘛 對 那CNN為什麼也做這種報導 我們真的是覺得 還是說這個記者數字這麼差 就連這個基本的軍事常識都不懂 所以這個政治的意義大於軍事上的 對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就沒理由 對 我覺得是這個人 大一元 而且變成軍艦 在我這裡的文釦 就聽自己的